大家好,我是小神 注意看,一位男子石龙正在开车 这时手机响了,石龙去拿手机 不料一位女子娜娜正在过马路 石龙赶紧一个急刹车 娜娜摔倒了手里的文件都飞了 石龙说道,哎,以后开车再也不接电话了 说完下车跑到娜娜面前 说道,哎美女,你没事吧 娜娜说道,哦,我没事没事 说完看了石龙一眼说道,哎,石龙 石龙说道,哎,老同学娜娜,快起来快起来 说完将娜娜堵起来,娜娜说道,啊,我没事没事 石龙说道,快快快,我送你去医院吧 娜娜说道,哎呀,不用不用 我又没事,我还赶着临行集团面试呢 迟到了就不好了 石龙说道,哎,真巧,我也去拿,快 我来车我送你去吧 娜娜说道,哎,不用了 石龙拉着娜娜说道,走吧走吧 娜娜推托说道,哎,不用了 还是被石龙拉上了车走了 车上娜娜说道,石龙,你这车坐着挺舒服的呀 得是来玩吧 石龙说道,用不了十来万,也就几万块钱 娜娜说道,你不知道吧 咱们班张琪已经当上临行集团人士部主管了 石龙说道,哦,是吗 娜娜说道,可不吗 咱们班现在数他混得好呢 我正准备投奔他去呢 过了会车子停下,石龙说道 娜娜,你先上去吧,我先去停一下车 娜娜说道,嗯,好的 说完就下车了 画面一转,娜娜进到公司 说道,哎呀,不好意思张琪 让你久等了 说着顺势坐下 面前的女子张琪说道 哎哎哎,你情商怎么还停留在初中大会呢 在这你得叫我张主管 娜娜点头说道 嗯嗯 张琪说道,来这上班了可是无数人的梦想 娜娜说道 嗯嗯 张琪接着说道 后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面试 娜娜说道,是阿张主管 刚才我在楼下还碰见石龙的呢 他也来临行集团了 我还跟他夸你是咱们班最优秀的呢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石龙,他也要来找我面试了吗 嗯,有可能是 以前我眼瞎追他 他还拒绝我那个石龙 他也要来找我面试了 啊 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他 娜娜想在这上班 一会就看你怎么办他了 娜娜 你在想什么呀 赶快给我开门啊 石龙你怎么来了 你赶紧走吧 张琪好像对你有意见 哎呀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其实我 娜娜 快回避一下 张琪,哎不张主管 我和石龙混的都不如你好 拿你张门拆试 你给控容一下吧 看在我们这老同学的份上 娜娜 你在跟张琪说什么呢 小驴班不错呀 不会是高仿的吧 张琪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幽默不玩梗啊 少废话 你是来应聘的吧 我不是来应聘的 那就是崇拜我的喽 既然崇拜我 那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公司吧 跟紧点 别走丢了 张琪你 张主管又带新人走新人动了 什么意思啊 这设计是我们张主管 专门对付看不惯的新人的 看见我在公司的地位了吗 你们总经理在哪 我表哥在夏威夷度假 怎么了 你找他干嘛 你就不怕集团领导查过来吗 董事长可是有十多家分公司呢 这天高皇帝远的 他哪有时间管我们呢 那你岂不是一手遮天 什么一手遮天呀 我可是为所欲为呀 丽娜 看见我在公司的实力了吗 你现在给我照他脸上 哄两巴掌 明天你就能上岗 要不然呢 你就跟他 一起 滚出林心集团 娜娜 没有公司我也愿意跟他 好的 我知道了 你 你要干嘛 不瞒你们了 我就是林心集团 总裁 我现在宣布 撤销你张旗在林心集团的一切职务 人事部主管一职 由玛丽娜担任 我看石龙呀 是在存苦的底层 压抑的太久了吧 我见过川名牌 带名表开豪车的 还没见过来人家集团 装总裁的呢 石龙 为了我的前逃 我们先走吧 好吧 那我们先走吧 等我一会再收拾你 娜娜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现在不止新冠会传染 脑残也会哦 老同学石龙 这难道就是你的车 是啊张旗 没想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都能开上车了 你这车多少钱呢 这车呀 也不是什么大牌子 麦巴赫 价格 咱们作为老同学我就不好说了 什么麦巴赫 勒马其道听不懂 我那顶配版的帕萨特 20万 你用个贵没 我这个车吧 够置税 能买你的一样 还能剩下 石龙 你之前不说你这车也就几万块钱吗 几万块钱的破车 这是我 你什么你 大家都是老同学 装什么高富帅呀 车只是个代步工具而已 不是让你出来炫耀攀比的 懂吗 像我呀 在林芯集团当高管 可从来不炫耀 哼 职位挺高的嘛 当然了 去林芯集团做事 不也是你们的梦想吗 像你那种开着几万块钱的破车 浑身散发着虚荣心的怪物 我面试的多了 我第一关就把他们pass回家了 行了 不认识我这车就算了 但是你对我的人格 一番又一番的冷嘲热讽 一辆帕萨特就把你捧了成这样吗 帕萨特好像很屌吗 那是 毕竟大众的车子 好很高 好一个帕萨特呀 中保研测试 唯一一个零分的车辆 A住溃缩的坦步人物 安全气囊 完美的避开了假人的头部 你开帕萨特 还不赶紧去PG7 比你比头盔回来 哦对了 你头那么大 又那么硬 你不开发特 简直是一种浪费呀 你 你开几万块钱的破车 还瞧不起我开20万块钱的车是吧 等着 啊 你就让开还我的车 这种车其实是无法修复的 整个机构都在换 划了就是划了 大不了 赔你二百块 你能找多少给我啊 你在零星集团当主管是吧 你划了我的车 你这 啊 你竟然敢划我的车 这种车其实无法修复的 整个机构都在换 老公 我在楼下划了个几万块的车 给我送二百块钱过来 怎么 你还要打我不成 法治社会 当然有法律来处理 划了我的车 不仅你要赔钱 还要隔你的值 这种客车 我赔你二百 绰绰有余 你还真以为你是分公司的老板呀 分公司的老板不是我 我是总公司的老板 丽娜你听听 咱们吧 太有比我张集困的还好的人了 你简直是在诗人说梦 赶紧联系你的保险专员 过来定损 一会儿别说我讹你 我看尊贵的帕萨特 他需要保险吗 那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叫 那这样啊 那二百块钱你也别想要了 施龙啊 你这车也没多少钱 也就二百块钱私了了吧 娜娜 你不懂这个车的价值 我这个车是全旅车程 如果换了机盖再加上公司费 起码到五万块钱啊 施龙 他虽然之前欺负过你 但是看在咱们是同学的范儿上 要讹他吧 娜娜 你不懂车我不怪你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亲爱的 划了哪辆破车了才赔两百块 娜就这辆破车 你个败家娘们 这 这可是麦巴赫 一年工资都没了 啊 你个败家娘们 你怎么划这个车 你怎么不去划那个劳斯莱斯呢 这 这这不就是几万块钱的破车吗 你这个虎娘们 这可是麦巴赫奔驰的顶级系列 就你划这道口子 没个骚怪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哎 你 你这个车不会是租租来的吧 现在可不是租不租的问题 划了他就得赔啊 那么多钱 我可没有 我不赔 不赔 我看你最近没有看新闻吧 一个女人故意划坏了别人的车 定损五千 拒绝赔偿 那可是坐了三年的牢啊 别拿法律押我 我可没钱 去找你的租车公司去 他们肯定有保险 那你今天的工资 你就别想要了 你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想知道我什么意思 咱们林新集团总部见 娜娜跟我走 这可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 附近紧罪去呗 老同学我我错了请求你放过我吧 错了 怎么现在失货了吗 都都怪我坐井观天 我的大众潘萨特一点都不牛逼 我以后再也不敢狗眼看人家 这还是咱们班混的最好的张旗吗 我那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刚才花了十分钟了解了一下您的实力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这不 你就赶紧附近请罪来了 附近请罪 你还别说 你这造型还挺别致啊 你就不要和我一般见识了 我这就属于啊 头发长 见识短 秀 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了 在分公司设置陷阱 罚我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今年我在灵性集团的薪酬 我一分都不要了 求你不要开除我 不花工资 这种黑心老板的行为 我怎么能做呢 那真是太好了吧 但是 你在灵性集团主管的位置 我得找另一个人代替你了 什么 玛丽娜 你有信心做好吗 啊 这是真的吗 现在 就交给你个任务 还记得你去他那里应聘 他是怎么做的吗 张琪 想在这里上班 去看厕所你怎么办他了 啥 张琪 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先你要学会尊重别人 公司所有的卫生 包括厕所 都有你来做